警方抓毒不管是在国外偷偷进口包裹 或是把家里当成了栽种场 想偷偷摸摸藏毒 通通还是露出马脚被抓包 一直以来都有相当丰硕的成果 只是摊开统计的数据 却发现哪里怪怪的 一百零七年开始查获了两百五十七点七七公斤 持有人数八百零四人 尽管接下来逐年攀升 一路从五百零七公斤 甚至到一百一十一年的一千一百公斤 去年却突然砍半 但持有人数却没有相对提升 都维持在七八百人左右 专案小组分析发现 这恐怕藏有黑数 的确大马的适用族群 是有年轻化的情形 那是集中在十九岁到二十九岁 大马的黑数的确是存在的 那为什么会有黑数的存在 就是因为大马他们会利用 这些社群来做交易 那引力性比较高 那他们甚至会利用虚拟货币 来做买卖 尤其在二零二二年泰国宣布 大马合法化后 国内有不少名人网红分享 导致有人去到当地后 都跃跃欲试 现在不仅年龄曾被发现 逐年往下掉之外 还有职业背景 有专家就直言黑数 恐怕是查货量的三十倍 我今天就算臭爆了 我可能睡到那边中午起来 我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也不会因为说我要去买到这个大马 然后去产生一些犯罪的状态 对 那他们购买的特性 跟他们使用的情况 有大部分都是买个五公克十公克 那我就可能放在家里面 那等到可能派对或是朋友 来要臭的时候 我才会拿出来 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 需要休息的时候 我才会把它拿出来去做试用 那这感觉对他们来讲就像是 偶尉无凭空凶 时间到了我可能我自己一个人 享受一下 类似这种 类似这种比较偏向于 享乐文化的使用模式 分析新北市警局的专案发现 19到29岁147人 没有前科背景占了140人 而且大多数曾经旅居 或者是游学于大麻合法国家 30到39岁也占了109件 集中在这个年龄区间 破获案件占总体的八成 而且大多是以专业人员居多 企业负责人或是你我印象中的 知识分子 尤其很难从外观去判断 再加上主要使用地点都在家 或者是特定的酒店酒吧 这样的习性下 警方即使掌握线报 要突破需要各方配合 这些人是有学经历的人 去出国回来念书 他可能是一个企业负责人 是一个高级干部 甚至是一些知名人士 那在他没有前科的情况之下 那当我们执法器官 去跟假官或跟法官报告说 我今天我要搜索他 我觉得他有在使用他 但没有相当的证据之前 他们会不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 也因为有部分国家的合法化 导致上网就能买得到 小量输入成为大宗 国外来的独油包 有警方就坦言 每天的包裹量那么多 光靠人眼要如何细细检查 再加上尽管有气毒犬 但是量能远远不足 而且让稀释人口扩大 继续有恃无恐的尝试 接触大麻 因为大家对于他的错误知识 以为成瘾性很低 大麻里面主要的活性物质 叫四氢大麻酚 这个物质在1960到1980年代 那个时候 其实在天然的大麻里面 他们大概只有 大概4%的含量 最多大概就4% 可是近10年来 这样的大麻制品 这个四氢大麻酚的含量 高达19% 只用过量造成中毒的话 就会觉得你的时间空间感 变得很异常 那严重的话 就是会有记忆力丧失 那严重会有 沾望的一个现象发生 如今的大麻 不再是单纯的吸食大麻花 演变成不同的吸食器 或者是出现电子烟氮 成分的增加 都让长期食用者 身体出现状况 而不自知 尤其年龄层下降 校园更得要留意 毕竟毒品危害 比你我想象的都还要大 TVBS新闻 陈寅仁 谢伦新北市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